通过Gossip Girl,影集走红,The Black Lively,时尚品位向来备受肯定,她对于穿大也很有想法,是少数没有紧造型师的女星,这回她在短短一周就换了七套服装现身,展现没有她撑不起的时尚驾驭功力, 钱,在奇特的色调,放在她高调的身材上,也莫名的一切都很合理,一,Vesette Blake Lively,出席The Simple Favor,失踪网红手影会时,选择Vesette 2019春夏的男装,脚下踏上Christian Lutton,保持肩头鞋,她梳起包头露出精致脸蛋,配上Melange Schwartz的大耳环和手镯,战现女王的超强气势, 虽然有人戏称,她就像一根荧光棒,但也不得不说,一时间,很难想到那位女星,也能驾驭这套荧光色男装,相当大胆时髦 二,Brunello Cushinale Blake Lively,是非常勇于尝试的女星,对于打安全牌可莫太大兴趣,她在纽约的三十几度的高温下,选择穿上蓝绿色的天鹅绒背心裤装,为了打造层次感,白头净婚在Brunello Cushinale,酒红色的绒布外套,并且注意到了,她没有穿上内衣,露出隐隐约约约的胸蟹, 搭上一头蓬松卷发,全身散发着性感帅气魅力 三,Roland Murray Blake Lively,穿起这套Roland Murray,德格恩套装也依然时髦,而且只有她的高调身材,能驾驭这种人的酷长吧 她是个很注重细节单配的人,发型这回不是狂野卷发也非利落包头,而是做了编发,也为整体look增添几分柔美,当她大气的走上街,没有意外,依然是最亮点的焦点 四,Roland Murray Lively,这次不穿强裤,该已换上Roland Murray,2019早冲裤装,值得一迭的是,她身上的紫外光色 Roland Murray Lively,正式Count Only,选为2018的年度代表色,且必须赞许的是,她是女星中的配色高手,虽然身上服装的图纹复杂,但她依然利用铜色掉耳环和手带,换搭出亮眼的时髦穿搭 五,Zidman Blake,亮丽现身活动,选择的是Zidman 2019早春系列,的白色条纹西装护装,这套算是她这几天的穿搭中叫中规中矩的一件 一套,戴一条纹西装外套巧妙搭配蕾丝透视的衬衫,从细节处不难发现她的时尚巧思 脱下外套后,原先战略的气势,也立刻增添几分为美 六,Vivian Westwood Blake Bliley,的时装修还没结束 在杜义一席Vivian Westwood,2018休东,偶粉裤装现身纽约街头,比起前几天抢眼的魔装风格 这套服装剪裁俐落,风格随性潇洒,配搭金色牛津鞋,十分有形 而且仔细一看,Blake唧唧素颜,依然藏不住天生绿巨的美丽风采 七,Ref Amp,Resa Blake这周形成很满 早前她参加MTV Music Video Awards VMA,选择Ref Amp,Russo 2018秋冬的高级定制服,合身的西装外套搭上大喇叭裤 一般女星线少挑战的风格也依然完美驾驭 而一头知性低麻维,也增兼不少分数 全身散发花边教主独油的高贵气势